一般上Vitamin C软糖是含有比较多糖分的 粉类的产品通常是比较少添加剂的 阿爸干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瑞珊的瑞珊爱民奥技师 我在药器行总会看到父母买Vitamin C给他的小朋友 那么真的需要补充维生素C吗?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这一期非常的重要 这一期我将和你们分享小孩子真的需要补充维生素C吗? 他们需要补充多少的剂量呢? 还有怎么挑选维生素C产品? 关于维生素C大人篇我曾经出过一期 所以可以按这边看一看 儿童真的需要补充维生素C吗? 答案是 要也不需要 因为我们人体是不能够自行合成维生素C的 意思讲我们一定要从外来的东西来摄取维生素C 比如说我们的食物或者是保健品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C可以抗氧化 然后提升我们的身体免疫能力 而且我们的身体是需要维生素C来合成胶原蛋白collagen 对小孩子来说这个collagen呢可以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润带 对身体的发育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小孩子一定要摄取足够的维生素C 摄取维生素C的首选最佳选择肯定是天然的食物 蔬菜水果 很多水果都有很多的Vitamin C 包括 Ciwi Orange Babaya 然后蔬菜的话包括 Broccoli 都是很容易找到的水果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问题 我们吃的水果不是直接从树上栽下来就拿来吃的 我们吃的蔬菜也不是后院的蔬菜挖一挖挖出来的 这个水果蔬菜在应酥的过程中会流失掉Vitamin C 我们买回来放在家放了越久 Vitamin C流失的就越多 再加上炒菜 炒菜这个动作加热的过程也会破坏维生素C 所以我们真正摄取的维生素C可能没有这样多 要怎么解决呢就是吃多点 这个时候家长就会觉得脑口痛 我小孩子都不爱吃菜 不爱吃水果该怎么办 小孩子挑食是很正常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我前小时候也是不喜欢吃菜 如果小孩子挑食不爱吃蔬菜水果 然后他们又常常生病或者生病很难好 要很多天才会好 这样子你就可以给孩子考虑 买补充剂来补充他的维生素C 很奇怪的哦小孩子他们不喜欢吃 水果啊 但是如果那个Vitamin C是orange口味啊 父母的荷包影响比较大咯 浪费嘛 没有用到 所以小孩子的话我们根据他们的年龄 需求来补充就可以了 对于健康的小孩子呢 4到8岁我们一般上建议补充25mg的Vitamin C 9到13岁呢可以补充45mg的Vitamin C 那么我们要怎样挑选 每一种新的产品呢 这边给出三个要点给大家参考 第一点就是根据年龄和需求来选择 如果家里小孩子的税数差比较多 可能一个3岁啊一个11岁啊 就可以选择不一样的产品 有一些产品呢他会特别讲这个是6岁以下 6岁以下才适合吃的 又或者有另外一个选择有一些产品他们是25mg的Vitamin C 如果家里的小孩子是6岁9岁 那么6岁的你可以给1粒25mg的 9岁的就给他2粒25mg 所以他一天会摄取50mg的Vitamin C 第二点选择没有添加太多添加剂的维生素C 产品都多少少一定有添加一些添加剂让它稳定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不然东西放上去很快就过期了 但是身为家长我们尽量选择少色素 少防腐剂 少添加剂 添冲剂 少Cytrid Acid的产品 因为如果一个Vitamin C的产品里面有太多的添加剂 小孩子每次一粒呢就等于吃尽了这些不必要的杂质 一般上Vitamin C软糖呢是含有比较多糖分的 所以如果有在注意糖分摄取的家长呢 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粉类的产品通常是比较少添加剂的 因为它已经把产品磨成粉 它可以维持干燥 就不需要太多的防腐剂 第三选择产品的形态 比如说 你是要水啊 吸热啊 gummies啊 还是你是要学习的 tablet 咀嚼片啊 还是你要选择粉类 不论是什么形态呢都可以达到补充为生素C的效果 所以这边需要是看小孩子的喜好 如果小孩子不爱吃 这样买什么都是没有用的嘛 这边需要注意一下分量的摄取哦 比如说有一些Vitamin tablet啦 小孩子会以为是糖果 然后他就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 这样子可能就会造成Vitamin C过量的摄取 和糖分过量的摄取 简单来说 当你的小孩子不爱吃蔬菜 不爱吃水果又常常生病 你可以考虑给他Vitamin C补充剂 并且跟着小孩子的年龄需求来选择 尽量选择没有添加太多添加物的产品 对了我终于开通了我的部落格 喜欢文字版本的朋友可以到部落格去看看哦 既然你都看到这边呢 请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你的赞也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是LisaAmya 继续我们下次见 拜拜